好 我们来看下25章的历届 PART3的部分了 ROCKY等于1的4X四方加1 二阶为分减4乘一阶为分的值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一阶为分的话呢 为分一次 这个一就没了 对不对 这个一就没有了 然后呢 是 照抄一边 然后呢 为分4X得到4写前面 再来二阶的话呢 又再抄一边 然后呢 再为分4X得到4 4 4 16 然后呢 又再放在前面 所以呢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值是多少呢 放进去 减去4乘4得到16 所以呢 这里两个减出来呢 应该会得到0 应该会得到0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呢 就是C 就是C 没加了啊 奇怪 或者啊 在这边 OK好 就这样子 再来看一下这一题 倒数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是乘法嘛 乘法平式 我们抄前面 倒后面 X平方加5呢 放在分5 为分X平方加5呢 得到2X 然后呢 再抄这个整个Long出来 然后呢 为分前面呢 就会有1的2X四方 为分2X会有2 然后呢 再把它排美力来了 就是比如说这个1的2X四方写到了分子 这个2乘1的2X四方写到了前面 所以最后的答案呢 就是这个模样 后面的答案呢 给的是先给后面嘛 所以这个前后应该 加法好 有交换率 没什么关系 写哪一个线都行 2乘1的2X四方 Long X平方加5 再加上 他是把1的2X四方写前面 乘上2X除以X平方加5 一样的东西 非常好 alright 大概是这样子 再来看看这一题 这一题嘛 我们是X趋向于无限的时候 1加上0的无限次方 又相等于1 所以这个呢 当然他要做到的是 这个是5X除以3 这个3拉下来嘛 那就是5X除以3分之1 所以外面这里也是一样 要变成5X除以3 那这个5呢 跟这个 这个乘5呢 外面就要除以5 这个除以3 这个就要乘以3 最后呢 就是1的五分之3 对1的五分之3之方 所以这些答案是1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呢 这一题的话呢 因为他有除以2啊 所以我们要分5除以2 除以2 那就要分5又要乘以2乘以2 所以这边会相等于1 这一个也就相等于1 2分之1乘2分之1得到4分之1 所以第二题的答案呢 就会是1 也对 很好 然后呢 这一题 X平方呢 我们写两遍 这个X平方呢 也是写两遍啊 这个是3平方 但是呢 他又有3X 所以这边要乘以3 这边要乘以3 外面就要乘以9 对吧 分5呢 乘以9分子乘9 不过呢 他是写在下一行的 写在下一行 所以这两个呢 趋向于1 然后呢 这题呢 就会趋向于9 OK 这题的做法 大概是这样子 非常好 All right 再来看这一个呢 他要1分之1 对不对 他要有8分之X 所以我们呢 分5除以8 他再分5乘以8 所以这题呢 这一个趋向于1 答案呢 就会趋向于1分之1 好 所以这题的答案是1分之1 X X等于Y CosX 当X等于0的时候 Dy byDx的值 那这题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 隐含数码 我们微分X等于1 这个是保留Y 为分CosX等于Sin X 好像有负哦 那如果我是 先保留后面呢 如果先保留后面 为分前面 Dy byDx 再减去哦 因为他刚才 为分Cos 都有负 保留Y 为分Cos 得到减3 然后呢 拉过去 我们就会得到Dy byDx 是什么 Dy byDx 因为是1加上Y 除以Sin X 除以Cos X X X趋向于0 我们先带进去这边吧 对不对 X趋向于0 我们就会有0 等于Y 乘上Cos0 Cos0这个 Cos0这个是E 所以就会得到Y 也等于0 所以如果我们把 X等于0 X等于0 Y等于0 给放进来的话 我们就会有1加0 除以Cos Cos0是E 所以是1加0除以E 就会得到E 所以这题的答案呢 就会是0 OK 这题答案是0 好 再来看一下这个做答题 Y等于Sin 三次方X 乘Cos X除以2 为 找Dy byDx 所以 为分的话呢 我们保留前面 为分后面 得到-Sin X除以2 再为分 X除以2呢 就会得到2分几 保留Cos 除以2 为分Sin 立方呢 三拉下来 三次方便 二次方 为分Sin X 得到Cos 好 然后呢 因为它这个是有减的 我们把减放去后面 那就会有1分之1 这个是写前面 3个Sin 平方X Cos X Cos X除以2 减去1分之1 Sin 立方X Sin X除以2 后面也是给这样子的答案 啊 so 当然它没有要求哦 再整理成什么模样 反正 反正这样子放的就好 好 好 再来看做 选择题 啊 这个是对数的部分 那这一题为分的话呢 我们把它看成什么 我们把它看成 除法公式 好 我们分母取平方 保留分母 为分分子 得到X分之1 减去保留分子 为分分母是1 那这边越减之后 就会得到1 1减乱X除以X平方 就是你的答案了 好 所以这题答案是1 好 第一题答案是1 第二题 直接为分 把lawn里面的东西放在分母 对吧 然后呢 为分secondX 得到second加tangent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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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是但是答案是新有 Second tangent Second加tangent Second tangent Second乘tangent才怎么 差了 你看我 Second乘tangent sorry 我背错公司了 怎么会想到Second OK Second乘tangent 然后Second月掉 所以是tangent x 所以应该是另外一个情况 应该我应该是想到 那个计分的情况 好老的 OK 再来看下第三题 y等于1的负cos 平方x-3 平方x 的这一题 这样做到很复杂 那你要注意的是这个是cos 平方 跟3平方 你把负抽出来 它其实就是3平方加cos 平方 3平方加cos 平方就等于1嘛 所以这题题 这是1的负义之方 对不对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常数 有没有 所以呢 常数1为分得到什么 常数为分得到0 二阶导数也是0 所以这些答案是1 OK 其实是你要看得出来 这个负抽出来之后呢 3平方加cos 平方等于1 其实这个是常数 就是说它的 常数是什么意思 就是如果我的x 不管带任何值 它其实都是一个fix的value OK 所以这题题是不用做的 答案直接是等于0 好 再看一下这一题 为分 long里面的东西放在分母 对吗 long里面的东西放分母 然后呢 为分里面得到1的x方 加2会 为分得到0 对 所以这个dy by dx的答案呢 就是 donkey的这个选项了 好 1的x方加2 分之1的x方 给第四题 我们记忆很高 整个放分母 为分second平方x 会得到2拉下来 second3x 为分second3x 会得到second tangent 再为分3x 会得到3 所以second平方呢 我们是可以约掉的 3 2的6 t3x拉下来 所以这题的答案是6个 dng3x 答案是1 很好 对不对答案是1 再来这一题 除法公式 需要 除法公式 可以很棒 所以我们为分 分母取平方 224 x平方的平方就得到x方 保留分母 为分分子会有1的x平 1的x平方次方 为分x平方会得到2x 拉前面 然后呢 超这个1的2x平方次方 为分分母会得到4x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一边 我们整理一下22的4 x平方乘x得到x三次方 然后呢 1的x平方次方 所以这一题来讲 如果我们 我们好像可以抽4x嘛 我们可以月减到4嘛 对不对 其实我们还可以月掉一个 月掉一个x啊 对不对 月掉一个x 然后呢 再把的1的x平方次方 抽出来的话 我们就会得到 1的x平方次方 除以x立方 乘上这个x平方 减1 所以这题答案是1 OK 第六题答案是1 很好 好 再来看这个 球导 导数的简化 看领我要再提醒一下 这个是 natural log 所以它前面的那个是L来的 它其实是大 小写的L 小写的 看成一i是吗 我不知道 很多那个国中的学生都会把它写成in 但是我一直在提醒 我也理解 学生会弄错 所以这个我每次看到同学这样子写 我就跟他讲其实你是不是知道他是L来的 OK Anyway 所以这题 Lon 和领的做法呢 是把它变成成法 成法变加法 对吧 两个log的 加 过后呢 这个根号呢 就会把它变成二分之二 但是你要导数啊 对不对 你变了之后 你还没有 为分啊 所以这个如果是y的话 我们开始进行为分啊 它的导数呢 dy by dx 就会得到 Lon x为分 得到x分之一 对不对 这个二分之一 拉前面不用理他 然后呢 整个呢 就会放在分母 好 整个放在分母 如果你要的话 可以进行通分 怎样通分呢 2x的x-2次方 2的x-2乘过来 就会得到2x-4 x乘过来 就会得到加x 所以我们的分子呢 就会得到3x-4 分母就会得到2x乘上x-4 所以后面给的答案是 大概是这样 OK 好 就这样看 好 这一题 少数的一题 只会是空着的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它其实是 有x有y还有t的出现 所以这题有少许的难 是以t来表示 dy by dx 这一题 它其实它的概念 是我们叫做 练导法 首先是这样 dy by dx 它是相等于dy by dt 再乘上dt by dx 对不对 就是有点像是把这个dt 塞在这个位置 当然我们的dt by dx呢 其实就是 dx by dt的导数 dx by dt的导数 dx by dt的导数 所以这题你大概懂这个概念了之后呢 你就把这一边 我们对替为分 好 所以我们对替为分是什么呢 就是1的2x 2t之旁 为分 2t得到2 对不对 然后呢 这里呢 也是一样照朝一边 为分-2t得到-2 -2的正就会加2t 加2 加2 然后呢 4t为分呢 就会得到加4 所以我们就这样子放这就好了 对了 可以吧 我们放这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y的部分 我们的dy 对t为分 因为它里面是没有x的 然后他们里面是t 对替为分 哎呦 不不不不不 三四方都不能吧 如果是三四方要怎样 展开比较好吗 展开会比较好吗 我刚才阿兰我讲这样 来是做练导法 练导法也行 练导法练导法就不是很好 练导法不容易 因为等一下又出现有一个平方 三四方三拉下来 又出现平方 这个平方要怎样处理呢 这个 不好处理哦 到最后可能还是要再整理一下 所以我看一下 好 我我个人是觉得 如果三四方三四方 因为它展开也没有麻烦 好 所以我们来试一下 三四方先展开一下 我们就会有T的三T字方 对不对 加上三个前平方乘后 主要是这样前平方是一的二T字方 后是一的负T字方 这个稍微减一下呢 它就是一的T字方 好 然后呢 加上三的多少 这个就是后取平方 就是减二了 所以就是T减二T 就会得到负T 最后的这个呢 就会得到一的负三T 是吧 所以我们才在这里呢 进行维分 对T维分 得到三的一三T 加上这个三的一T 这个就会得到减的三的一T 再减去 这个也要是减啊 减去三个一的负三T 麻烦来了 麻烦来了 如果丢进去的话呢 好像还丢进去的话 OK 我们硬丢了 我们的Dy by Dx是什么 Dy by Dx就是这个维分子嘛 就是三一三T 加三一T 减三一负T 一减三一负三T 是吧 然后呢 整个除以什么 整个除以这个 这个在哪 这个在这里 对 这个是一的 二的一二T 加上二的一负二T 再加四 但是他答案不是我 他答案蛮漂亮的 难搞了 糗了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我就插掉了 这个不好 为什么 不是说错的嘛 他其实不好 所以到最后呢 他应该是可以简化的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的Y 我个人是觉得这一边 如果你先一个抽一个二 你就会发现到 他其实是一的二T 加上二 再加上这个一的负二T的话 我这两个对调一下 这两个是什么 前平方加两个前曾后 加后平方来的 所以他其实嘛 他就会有 一的T 之方 加一的负T 之方的平方 啊 原来是这样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我反而 不要展开更好 我们呢 DY by DT 直接来微分 那他就会有三拉下来 一的T 加 一的负T 的平方 那等下我们就可以 约掉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才在微分 微分里面 微分里面是一样的东西吧 但是呢 他这个是招操 这个呢 是会有负 对啊 微分里面是这样 所以如果我们把它 塞进这个位置 DY by DT sorry DY by DX 就会变成 三个ET 加一的负T的平方 乘上ET 减一的负T 再除以2的ET 加一的负T的平方 这两项 给他塞掉 删掉 最后的答案呢 就会指到 二分之三 一的T之方 减去一的负T之方 手工后面的答案就是这样 OK 这样子的哈 所以主要是这个概念 可能大家还不熟练 这个其实是那个 叫什么 叫什么 叫 这个叫 parametric equation 叫 叫叫 我不叫他的英文名叫什么 然后华文名叫什么 啊 反正这个是算是练导法之一 啊 现在算是练导法之一 大概是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隐含数的定义 为 啊 隐含数 OK 隐含数 所以隐含数的维分法 我们直接来进行维分了 保留X 维分后面呢 就会得到Y加1分之1 维分Y加1呢 就会得到一个DYX 对不对 啊 这个是乘吧 然后呢 再加上LongY加1 维分X就会得到1 我们就不写了 alright 再来看这个3X呢 保留 维分Y加1呢 就会得到DYX alright 再加上呢 这个Y加1 保留 维分3X 得到3 还有这个1的Y四方 维分 就会得到1的Y四方 照超 再维分那个DYX 最后呢 等于这个0 啊 注意哈 这个7要变0 因为它要维分得到 常数维分得到0 什么呢 接下来呢 就把什么呢 把有DYX放一起 这三项放一起 其他的丢去后面就好 丢去对面 可以可以 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 还是 还是我们先放这 还是放这 吧 我也不晓得了 ok 因为我发现到 它其实不是要找 DYX的一个函数 它要找的是这个 Y等于0的时候的值 所以如果还有Y等于0的话 我们直接来一个 Y等于0 先放进去吧 如果我们 Y等于0的话 我们要找X 0加E 是E LonE 是等于0 所以这一项呢 是会去掉的 这一项会去掉 然后再看一下这一项呢 0加E 是等于1 就会得到3X 加上1的Y次方 1的0次方 就会等于1 最后等于7 对吧 拉过去等于6 6除以3 就会等于2 所以我们基本上呢 就可以找到了X等于2 所以为什么我讲我先不要整理 为什么 因为我 直接把数目带进去呢 再整理会比较容易 容易很多 告诉你 好 2放进来 0放进来 0加1等于1 2除以1等于2 所以这个其实是两个DYX 对不对 然后呢 再加上0加1 0加1 0加1是1嘛 LonE是等于0嘛 所以这项可以更距离的 再来放这个326嘛 对不对 所以就会有6个DYX 再来0加1是等于1 1乘3就等于3 这个是有一个加3 好 1的0次方是1等于1 所以是有一个加1个DYX 最后等于0 这有6个 这有2个 这个有1个 总共9个对吧 9个DY把DX等于多少 等于-3 再把除以9丢进对面呢 我们就会得到-3 容易很多 对不对 好过你一大堆的那个什么XY XY 这样子来吧 做死你了 我跟你了 OK 所以这一边呢 你会看到我微分了一次之后呢 我会非常聪明了 看到这个Y等于0的条件 先找出X等于多少 再直接把那个数字丢进去才整理 你就会发现到呢 容易整理很多了 alright 好再来看一下这一题 所以Y等于1的TX我们来进行练导法 微分DYX 照超一边 微分指数得到2平方 没了 对不对 所以后面 这个就是他答案了 一步就做成了 所以2分而已了 其实没有很难 再来看第5题 最后一题了 所以这一题的话呢 微分把整个放分母 然后呢 微分里面得到办案下3 那这个也是一步做成的 2分而已 OK 大概是这样 有没有问题